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曙光 愿上帝的平安和祂的慈爱 常与你们同在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往往会被忙碌和琐事所缠绕 很容易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们 那就是上帝的声音 今天我们一同来探索圣经中的话语 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呼唤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你当预备迎见上帝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因此以色列我必这样对付你 以色列我必这样的对付你 你应当预备迎见你的神 这段经文是阿摩斯先知 向以色列人传达上帝的警告 在他们沉迷于罪恶之中的时候 远离上帝的道路的时候 上帝要对他们施行审判 然而上帝并非只是降罚和愤怒 他也呼唤他们回转来归向他们 预备迎见他 这是一个来呼吁人的反思 悔改与上帝的建立关系的时刻 在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当人们预备迎见上帝时 上帝会与他们同在 并为他们做出奇妙的事情 当以色列人在纷纷扰扰时刻 寻求上帝的面识 回改归向他时 上帝就会向他们行拯救和恩典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当预备迎见我们的上帝 这意味着我们要时刻与上帝同行 倾听他的祸以 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要保持敏锐的心灵 随时预备面对我们的上帝 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扉 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 弟兄姐妹 让我们时刻预备迎见我们的上帝 与他建立深厚的关系 在他的同在中 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天父感谢你 今天你的话语启示和教导 求你帮助我们时刻 预备迎见你的到来 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愿我们生活中 与你的执意 与你的话语能够抑制 行在你的道路上 蒙受你的祝福和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基督 愿上帝获以祝福你们 一个美好丰盛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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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庞患